在这一节呢 我们呢 这个讲一个在这个探讨生命起源中最关键的一个实验 最关键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实际上是由这个实验的 这个后面的这个假设 Scientific Hypothesis叫Primodule Soup 叫原始汤理论和原始汤假设 这个Primodule Soup这个Hypothesis 这个假设呢 实际上是1924年25年呢 有两个科学家提出来 这两个科学家好像不是一个team 它是分着分着一个俄罗斯人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忘了 我忘了叫这个Operin and Holden 这两个科学家共同的提出来的 他这个Primodule Soup Hypothesis是什么意思呢 我大概一起讲一讲 就是就是当然这是他探讨 就是生命有没有可能从一个没有生命的元素中形成生命 他呢 首先呢 就指出来 首先回到这个地球的这个历史 那么地球呢 在早期 就地球刚刚形成以后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叫做Chemically Reducing Atmosphere 就是它的空气呢 是那种就是缺氧的 没有氧气的 因为没有氧气呢 实际上是是是Chemically Very Active 就是非常的活跃的一种一种一种元素 实际上呢 在地球早期是没有氧气 而这个没有氧气 就使地球上的这种各种元素之间的这种这种化学反应的这个Activity就降低了 就降低很多 就是元素就和元素元素之间就比较稳定 OK 那么这样这样一个环境下呢 他们提出假设就认为呢 在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化学的这个环境中 OK 这个Self Organizing Molecule 就是这种能够自我形成顺序 自我形成Order的这种分子的形成 是非常有利于这样的形成的 就是你只要你的化学不是很Active 就是你你可以想象你那个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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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是很稳定 那么就会慢慢慢慢可能就会形成一些这种Self Organizing Molecule 它不会被随时被打散打破打打打消灭掉 所以他认为呢就是地球早期是没有 实际上地球最早的这个大气是没有任何没有任何氧气的 OK 没有任何氧气 前面我也就提到这个 在那个环境下 实际上我们要真实到那时候 我们到那几秒钟人就昏过去了 那个 但是呢 这里那个时候呢 地球当然太阳的紫外线还是很很猛的 OK 一直往地球上找 那么就是很多的能量 同时又没有什么氧气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他说造的呢 非常有利于形成高分子 非常有利于形成复杂的高分子 因为它的其实基本元素呢 在里面也有 里面地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打气里面有氢 有这个甲烷 就是Methane 有水 有Armonia OK 这个Armonia就是那个那个那个Nitrate Hydrogen Hydrate Nitrate 什么什么那种就是氢化氮还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那些东西 我跟那东西都是现在都是都是做肥料用的 所以这些可以形成有机物的这些基本元素 在地球的打气中已经很有很多了 那么这样的这些元素凑到一起 在一个很稳定的这种这种就是就是就是这个化学上 很稳定的这个环境上 他们就有可能形成简单的有机的复合物 有机的复合物 尤其有可能是在这个在这个海洋里面形成 这个呢是他们在1924年25年提出的这么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就叫做 primodial soup hypothesis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primodial soup 在这最早的这个地球最早最早的这个远古的这个刚开始的环境里 你有这些元素再加上这么一个稳定的环境 在这个海水的这个什么地下的海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这种出海 就是海下或者是海岸线 就是水多的地方吧 就有可能逐渐就形成这么一个产生有机物的环境 而这个有机物呢 本身呢就是成为了走向生命的形成的第一步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环境确实存在 而有机物确实可以存在的话 那就是这个生命就有可能从这个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从有机物变成高分子 从高分子变成各种各样的复制功能 就是我们上一节讲到的最后形成生命的基本模块 变成最后变成微生物变成生命本身 而那个什么呢 而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他认为的最基本的氨基酸是最基本的这个building block OK 是是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这个模块 就是在形成这个这个生命 那么这个模块就可能是第一步先产生它 那么有了这个模块以后呢 就由这个什么呢 由简单的这种分子链变成一个高分子链 就是各种各样多个大的molecule 这种这种organic molecule 最后就形成一个大的链条 那么这些链条就为将来的能够产生DNA 做好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OK 这些东西他认为都有可能在这primodal soup里面产生 那么这种从简单到复杂 从这个简单元素形成amino acid 形成一个高分子 形成各种最后最后倒成到成蛋白质 倒成碳会是化合物 倒成什么脂肪 这些东西呢 都有可能起源于这primodal soup 这个这个原始汤的这么一个环境 而这个环境前面刚才已经讲了 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地球早期上没有氧气 OK 但是一旦地球出现了这种photosynthesis 就是这个光合作用的话 这个环境就改变了 而在这个photosynthesis出现这样 因为地球有生命的时候 或者photosynthesis这个光合光合作用 实际上还还早着呢 还没有呢 光合作用的很晚才有的 而在没有光合作用之前 地球上是基本就是说 是这个这个没有太多的氧气的 基本就是没有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再顺便提一下 为什么氧气在这里边非常的这个有害 OK 我们今天认为的氧气是有利的 上氧气有害 就是因为氧气是一个非常active molecule active element 这我们大家说氧气是可以和地球上什么元素 很多东西它都能跟它结合 OK和碳和铁和铝什么 什么叫氧化 就是任何东西很容易被氧化 就是任何的元素十有八九 除了金子 可能金子和氧气不太什么 很多很多元素都是可以容易和氧气 显成铁生锈就是氧化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的地球上呢 就是一旦有氧气 它就会其他元素就被氧化了 就结合到一起了 就产生不了这个纯的氧气的大气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一直坚持到地球出现了这个 这个这个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后边 我刚才讲了 而这种而这种氧化使地球呢 这种氧化的这个化学反应 本身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应 所以严格来讲氧气 实际上对生命来讲 是一个有毒的 OK 有毒就是因为它可以和所有的元素进行结合 那么这个结合呢 就是比如说使这个使这个和碳结合 那就被氧化碳 和氢结合就变成水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氧气是很有破坏性的 就是把过去原始的那些元素的元素的状态 像氢和碳 OK 或Methane 经过它一氧化 就大家知道那酒 你要暴过落在空气中 暴肠了 那酒就变成酸味了 那反过来就同样道理 其他的什么吃的什么东西 那都是被氧气被氧化以后就产生那个不同的效果 所以呢 这本身氧气不是好东西 就只会我这用简单的话 但是正是因为当时氧气很少 使呢 没有氧气的环境下呢 形成生命的可能性存在 OK 形成生命的可能性存在 那么 有了氧气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氧气是由光合作用出来的 那么光合作用实际上就代表是一种生命已经存在了 是光合作用是生命的一个后期的植物嘛 光合作用 所以氧气本身是不稳定的 我们地球上现在百分之二十几的这个 这个空气中百分之二十几的氧气 要知道这些氧气 一直在不同的在在不同的这个程度上在被氧化 OK 当然氧化一个可能就是说 这个和铁结合生成锈和空气中的其他的元素 生成其他的这个氧化物 当然最大的一个氧化过程呢 就是我们的燃气燃煤燃油 这都是氧化过程 都是把氧气用掉 但是为什么地球的氧气没用完 因为光合作用在反着走呢 所以产生了一个动态平衡 所以呢 这个氧气的多少 实际上是一个等于是什么呢 是这个 是这个生命的一个迹象的必要条件 OK 就是说你有 你没有氧气这个生命中 很难想象有任何其他的高等生命 只能有低等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到这个星外去看 比如说用望远镜会用什么方法 看到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个 一个星系里边 或者一个太阳内里边的太阳系里边的行星 突然发现有很多氧气 像现在我们在这个 最近就是最近这一两年 已经发现了很多 这个地球外的行星系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银河系里边的 其他的小太阳 太阳系的这个行星上 发现了氧气 他是通过光谱分析发现的 这些氧气在上面 但是这已经是很好的一个迹象 这个行星上肯定应该有生命 不能说肯定了 就是有生命的概率非常非常高 因为氧气是不稳定的 他没有生命的话 这氧气是怎么来的 OK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也不能排除氧气 就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高压的闪电 或者是通过地下的这种火山爆发带出来的 但是如果大量的氧气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概率的一个迹象 就是带有氧气的星体本身 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好 那我们还是这个回到这个生命存在 就是假设 假设这个 这个 这个前面讲了 就是说这些 这些building block 在一个世界 在一个没有氧气的情况 已经比较稳定的在那 那么就是有可能会形成生命 那么形成生命 实际上呢 它从这个 这个分子的结合过程 它有几步 第一部分呢 就是形成那种 那种 就是像amino acid 这种基本的这种 这种模块 building block 就这种 单细 叫什么 单分子 或者是 就是小分子的这种有机物吧 然后小分子有机物呢 它如果呢 如果你有一个适当的环境的话 就可以多个结成一个链条 叫polymer polymer就是那种 高分子的那种链条 结成那种很多很多的 不一定是链条 有可能是一个几何形状 形成一个就是那种 首先 假设一个人就是一个 一个高分子的 那么一个形状 然后你很多很多人 手拉手 就形成这么一个链条 或者形成一个一个矩阵 形成一个方阵 立体的平面的 什么单一件都有可能 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OK 在这个 这个单单独的分子 monomer变成polymer OK monomer就是单体 polymer就是这种多体链条 然后这种polymer呢 最后呢 再往前走一步 那就变成biological polymer 那就是什么 那就生命的这种像protein 像什么这些东西了 然后再往前走一步 最后一步 那就是形成DNA 因为DNA本身就是高分子 OK DNA本身就是高分子 每一个分子 这么连成了一个双链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呢 到底是不是能够在 实验室内内形成DNA 但现在还没有 OK 但是从化学 从有机化学 从物理的这个理解上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完全可能的 那么这个进化的过程呢 实际上呢 就是是在这之后 就是你先形成 这些几个基本的模块 然后你再开始进行这种 有了有机物的evolution 而但是有些科学家提出来 这个evolution进化过程 有可能在DNA之前 就已经启动了 就是本身那个分子之间的结合 再结合再结合 本身可能就在多次的重复 重复重复 但是某一个突然的时候 某一个稳定的 这个结构 在这里边就 突然就形成了 形成以后呢 它就逐渐逐渐就 就这个 就这个 就走到下一步 走到DNA的形成 当然这个假设 目前来讲 还是没有完全 被大家所有的人认可 OK 没有被完全所有人认可 当然这个 这是24.25年提出的假设 至今没有完全认可 但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呢 在这之后呢 这个被做出来了 这个实验呢 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 从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这个hypothesis 有可能 那么这实验是在什么时候呢 1952年 这就二十几年以后了 这个1952年的时候呢 这个有两个科学家 实际上是一个叫 Stanley Miller 一个叫Herald Urey Urey是Miller的这个 这个博士导师 OK Miller是当时是PhD学生 然后呢 他呢 就给他的导师提出 这么一个假设 我们去能不能试一试 这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假设 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变成了一个 化时代的1952年 所以这导师 也和这个Miller 因此呢 就是打出名声在外 他们呢 是怎么做呢 他们就是 他们对这个Operine Holdane Hypothesis 就是Primodule Soup的 这个假设呢 他们比较认可 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性确实有 那既然可能性有 我们干脆去复制一下 OK 他就在他们的实验室里 做了一个试管 这个试管里边呢 没有氧气 OK 做了一个封闭的试管 这里边呢 放了一些Methane甲烷 OK 放了一些Ammonia 氨气 叫氨 Ammonia叫氨 这个放了一些氢气 然后放了一些水蒸气 就是这些 你看这个Methane Ammonia Hydrogen 这都是这个有机物里面的 基本的这些元素 组成的这些东西 OK 然后呢 把它放在这个密封的试管里 然后在这试管里呢 给他呢 这个什么呢 稍微加一下温 那么这个试管上就是模拟地球早期的 大气层的成分 OK 地球早期他认为 他们认为 就是这个成分 当然这个现在也不完全落实 有一定的争议 而而这个 这些 这些元素的成分 在今天先不说地球 在这个土星和木星的卫星上 是 是 是很多的 就是土星卫星 现在的大气层 就是这些东西 OK 然后呢 开始什么 来 来 来闪电 加热 加上闪电 闪电 就是 就是打这个脉冲 高压电 砰砰砰在里面打 那这是等于注入能源 回到我们前面讲 self organization requires there's the use of the injection of of energy OK 然后注入能源 然后注入能源以后 过了几天 然后就等于是simulate的 这种闪电 simulate 这个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热和radiation OK 那么过了几天呢 上只过了五天 他们就发现了呢 这个这个真空的试管里面呢 不是真空的 就是在这个无氧缺氧的试管里呢 就形成了一些 形成了一些amino acid amino acid 本身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化合物 它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一这一类化合物 而这种amino acid 氨基酸 它本身的就是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模块 所以就是生命最基本模块 被这个两个科学家在52年证明 是完全可以在自然界中自然生成的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突破性的一个一个实验 OK 这个实验非常有名 1952年 大家想一想1952年是什么时候 再过一年 DNA就被发现了 所以他是在DNA发现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这个什么 当时他可能并不是想去在环境里去复制DNA 但是DNA在这不到一年 就一年吧 就就已经又被发现 就被发现了 所以这个52年53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物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 在2011年的时候呢 他们这一下子过了好几十年以后呢 他们的这个试管这个时候Miller可能还活着 Uray已经死掉了 已经过世了 然后那个Miller还活着 所以Miller是非常有名在这个生命起源探讨中 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 他们52年用的那个试管 又被一些这个好奇心强的人去打开 去去去去去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这个测量 就发现了 实际上他们当时呢 认为呢 发现了五种氨基酸 就是在52年 他们说在这个经过这个实验五天以后 发现了五种氨基酸 后来呢 就是用现在比较精细的仪器发现的 说可不止五种 里面有23种 所以不但坐实了他这实验 而且证明这个实验的成功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不但证实这个氨基酸可以生成 而且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所以这就是更加加强了这种primodule soup 这种假设 这种原始汤的这个产生生命的假设的 可这个这可能说 怎么说呢 就可信性 或者是可能性 OK 那么从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 有些科学家对这个实验呢 实际上还不完全把它接受 说有了这个实验 就证明生命可以 可以 自然界产生了 因为这个实验只是证明了生命的基本模块 可以在自然界中自然产生 而这种基本模块本身没有生命特性 它本身只是一个生命的这个这个原始材料 OK 所以呢 有些科学家认为你这还不够 你只到了第一步 OK 当然后来在这个这种氨基酸 在这个在这个运石里面发现了 在流星里面发现了 在彗星里面发现了 但是呢 你你你这些发现呢 还不足以做明生命可以从这产生 而你要想证明 在这个环境下 能够产生自我可以形成复制机能的生命 OK 是不是那么简单的用这种高能的这种 不是高分子化学就能证明的 所以这个仍然是没有最后回答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生命的第一步 到底怎么来的 而这种能够自我复制的DNA OK 到底是 是不是能够通过自然界中这种自我组织 自我的order 自我的秩序 自己自然的生成 仍然是个谜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52年的这个是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在后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心外的这种发现呢 也可以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种就是这种心外的这种来源的可能性 也往前走了一步 所以这是都是在往前走 OK 这个 这个Miller-Urey experiment后边的这很多年呢 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科学家们呢 就有的人就这么想 他说 我们用这个自然界的环境去复制这个制作DNA的这些建筑模块 从底 等于从底下 就是说我想建这道房的话 我先去做水泥去烧砖 OK 他们有些科学家 可是咱们干脆倒过来做 咱们倒过来做 就是我们呀 先从生命反着走 就是我 因为到这个 这个最近这些年 这个基因和这分子高分子 这种基因DNA的这种 这种这种叫做什么 编辑技术 非常非常的这个 突飞猛进 大家知道现在DNA的对人的DNA叫CRISPR 可以对DNA进行编辑了 编辑就是叫什么 就是可以Edit这个DNA 所以有这个功能 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 就是我尽管我不知道生命怎么来的 但是我可以对生命进行修改了 这改基因什么 在这里面都有这个可能性 那那就是有这些技术 既然可以有了 科学家们想干脆 我们呢 不是去这个直接从这个 从这个从生命最基本开始 我们就从其他的这些 就是从最基本的模块 到蛋白质到氨基酸 这些中间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我们可能直接切进去 去做一些实验 去做一些实验 OK 那么这些实验呢 实际上到目前来讲呢 还没有任何一个实验 可以直接可以证明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 去create DNA 所有的DNA 都是从existing life 从已知的DNA里面 把它给它切 把它磕 把它这个那个 给它改来改去 可以变成一些那种简单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科学家们 想的干脆咱们这样 OK 咱们这样 咱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 把这个DNA 已知的DNA呢 咱们把它简化 咱们就反着走 就是从这个 咱们索性就是说 你不是从下面往上走吗 从最基本的 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吗 我呢 从上面往下走 我是把一个最简单的生命 我把它简化 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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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到底能够简化到什么程度 仍然使它 满足生命的基本定义 那就是复制功能 满足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已经在目前的实验室里 已经把它简化到 已经就好像就几十个 还是几十个基因 就几十个 就是已经把生命的最简单的模式 已经简实了 简到非常非常简单了 OK 仍然保有生命的这个模式 为什么这么走呢 实际上从道理上 大家可以想象 我如果能够证明 假设啊 我如果能够证明 比如说 我证明用两个基因 基因的这个模块 我就能搭出一个生命的 就从从一个复杂的基因 我就一点点把它裁减 裁减 裁减 就跟那蚯蚓一样 OK 咱们知道 我小时候见的蚯蚓 把它叭一下 给它切成两段 那两个蚯蚓还可以活着 那再切成一段 切成四个能活着 那你切到什么时候 那蚯蚓还是认为是活着呢 在那一瞬间 那这是蚯蚓的那个 就是这个生命的最简单的 可以认为生命的 这么一个 一个单元 如果我能找到 那个最简单的单元 我再去探讨 这个单元能不能自然形成 因为我们知道 人什么孙猴子 不能从石坊里蹦出来 因为太高级了 一个动物 但是最简单的动物 有没有可能 在自然界从十分钟蹦出来 这个呢 是目前在探讨 生命起源的科学家们的 一个主要的重点 OK Miller-Urey experiment 是一个方向 另一方向是反着走 就从上往下 寻找这些 这个从这个生命 已知的生命 把它简化到 这个和几乎接近 已经不是生命 但仍然还是在 生命的范畴里的 这个范围里 我找有没有可能复制 所以这个现在是很多 有一个叫叫Vintner 好像叫Craig Vintner 很有名的一个基因的 科学家 他有一个institute 现在就干这个 最好 在华盛 DC 做这个基因 基因这个 就是人类 这个整个的基因 这个基因谱 都是他们做的 所以呢 就是想 如果我能有一个方法 OK 把这个 把这个 就是procaria 就是最简单的 那个前面讲的 那个bacteria 和那个什么 Archia 那种 那种最简单的 微生物的细菌 它的基因再简化 简化到接近 已经不是微生物 但仍然还在 微生物的范围 那么这个 如果在自然界中 能形成的话 只要这个谜一旦解开 行了 有了 生命的起源有了 因为什么 这个最简单的基因 就有可以 就可以通过进化论 通过进化过程 经过亿万年 几十亿年的进化 变成今天的复杂的生命 万种 千千万万种的 复杂的生命模式 所以呢 实际上就现在呢 就是就是在解这个谜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前面讲 就是这个生命的 这个之谜 起源之谜 实际上离我们 不是很远了 已经不是很远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这一节呢 生命之谜 我们基本就说 也只能就讲到这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 这基本就是 这几年 现在这个基因的 这个对生命研究的 最前沿的这些东西 我所知道的啊 至少从 从我看到材料 也看到 也就到这水平 那么到再往下呢 实际上就是 我远远超出我们的 这个非专业的水平了 好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再回到什么呢 就是进化论 那么前面 我们一再讲 一旦有了生命的起源 进化论就是 take over the rest of the life's development process 就是生命的 剩下的这些 演变过程 就从进化论可以解释 那我们下面就看到底 进化论 为什么可以解释 生命的进化过程 为什么进化论 是一个科学的假设 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OK 这个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我们下面要通过几节 来把它讲清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